案发地点同样是在电链车上 这是2004年台铁停告中立车站时 第二节车厢有铁罐爆裂物爆炸 当时车内十多名乘客夺门而逃 我们听到有类似鞭炮声音 类似鞭炮声音我就去查看而已 车厢人多不多 车厢人很多 发生那7号的台铁爆炸案 其实不是首例了 光是在93年一整年就发生六起案件 1月时电链车厢发生一颗土质电石炸弹 防爆人员以遥控方式安全拆除 隔门一个月又发生中立车站爆炸案 现场找到一次烧焦的米粒 不排除是白米炸弹客 接着同年又陆续在台北 松山车站的南侧发现爆裂物 直到年底又有自强号停靠月台时 车厢电瓶爆炸 所幸无人伤亡 接到任何的警告的意味 说是有任何的报复的行动 然后才会演变成放置自己爆裂物 没有 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个信息 回顾过去台铁类似的爆炸案 大多数警告异味道农 有的没有造成伤亡 或者是一两人受伤 而这回7月7号松山车站爆炸案 有25名乘客轻重伤 恐怕是同类型事故中 受伤人数最多的一次 记者众人中重结综合报导